九二一地震即将届满18年 由普里镇知名的Butterfly交响乐团 在9月23日晚上在普里桃米社区执教堂 带来一连串精彩的演出 原方表示民众购票入园可抵消费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 2013年普里Butterfly交响乐团 在普里民间社会力量的集结下 诞生了 在普里基督教医院陈建行医师的邀请下 台北指挥家乐团谢东森与刘妙文夫妇来到普里 以音乐安顿正口彷徨的心灵 并开启普里孩童学习弦乐的风潮 经历四年的时间 在社会各界人士努力协助下 乐团从普里出发 走进各大小社区村落、学校 以及社服团体 让音乐抚慰人心带来欢笑 交响乐团团长姚家展表示 普里Butterfly交响乐团成立已经四年 除了吸引了一群普里各国中优秀的学者参加 加上进南大学开办的音乐专长征选入学方案 从国小到大学的音乐学习体系建构 隐然成型 加上乐团和18属学校 签署合作备忘录 学校在校长的支持下 只派一位老师待平日的练习 乐团一个礼拜派老师指导一次 每月两回 近200位学生 从仁爱、鱼池、国姓、普里四个乡镇 聚集在极大附中进行联合团练 在结束暑假音乐营之后 于7月15号在普里镇艺文中心举办 勇之声音乐培力计划成果发表会 感动了现场每位演出者与观众 语音回旋不已 只是在直交场音乐演出 一方面除了展现乐团奥人精彩演出之外 也希望走出地震的阴霾 藉由音乐带给民众欢乐 921地震已经马上要满18年了 那在921地震之后 由谢东升、刘妙文老师 两位老师从台北来陪伴普里的小孩子们 学习音乐 也在用音乐陪伴的过程里面 已经有非常多的孩子们 在音乐的造语上有了很多的累积 那在2013年 我们普里的地方人士 就为这些孩子们跟老师们 成立了一支butterfly交响乐团 那这个加强乐团成立之后 我们把音乐送到需要的地方 也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深深感受到 陪伴地方的孩子们 来学习音乐的这个重要性 那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小孩 那我们在过去一年多的努力 结合了大普里地区18个学校 那有274位的孩子们 参加了这样子的音乐的陪伴计划 也在这个便利计划的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孩子们的成长 那今年的9月23号晚上 我们在指教堂特别举办了 蝴蝶族曲的这个音乐会 那这个音乐会特别就是希望 从这些孩子们优秀的表现上 我们来看普里在921地震之后 从这个非常艰困的环境里面 重生的过程 那就如勇化蝶般 我们来看到这样的努力 背后的艰辛与成就 乐团表示 感谢社会各界每一份支持的力量 付出的心与真情的掌声 让交响乐团的乐音更加美好 普里巴特弗莱交响乐团 要带着在地的尊容展翅高飞 舞出在地新美学与新愿景 翱翔国际 在9月地震即将建满18年的同时 巴特弗莱交响乐团 将于9月23号晚上7点 在普里桃米社区纸教堂 带来一连串精彩演出 欢迎大家一起踊跃参加 来一趟难得的音乐饗宴